HELLO 大家好 我是Honey 今天來到我男朋友家做什麼呢? 厲害了 竟然有人找我實測吸塵機 最近目標成為家務達人的我 當然是試多些不同品牌 在做家務方面 我最近對吸塵多了少少經驗和認識 所以今天就借了三部吸塵機 看看它們有什麼分別和有沒有分別 今次參賽選手分別有 這部日本的BMX MOLE M7無線手持吸塵機 然後有Philips的Speed Pro Max 還有這部LG的Cord Zero A9 它們三部都是吸塵二合一 即是可以吸塵順便吸塵 身為外貿協會會員 看看它們是否漂亮 說真的 三部就這樣看 都是很正路的吸塵機 一看便知道壓制吸塵那一款 好像Philips那一款 你眨眼看是沒有什麼特別的 然後它的藍色我跟男朋友都不太喜歡 因為它背景是白色 我覺得有少少少格格不入 而且我們兩個都不喜歡塵霜 放在前面這裡 然後LG我蠻喜歡它這個銀色的one color tone 看起來蠻stylish 而且都容易配搭到家裡的傢伙擺鐵 然後到BMX MOLE 它是有少少特別 因為我未見過吸塵機是有花紋的 它上面是有雲石紋的 前面還有上面圈圈這裏都是雲石紋的 我覺得很新奇有趣 而且都很容易配搭到家裡 通常很多人都是白色 比較多雲石的擺設 所以真的挺有趣 而且少女心爆發是比較喜歡雲石紋的 看完外表我們就看看實際一點的東西 他們究竟多不多配件 最簡單就是Philips這一部 它分別有一個綜合式無叉 一個電動床褥吸頭 還有這個360全角度吸頭 還配上拖布 然後就到LG這一部 它本身有一個強效絨毛吸頭 還會有四款不同的吸頭 最後加上這個震動的鎮具吸頭 而它們的電動地拖吸頭 本身就沒有 要加錢配的 但LG配多了一顆後備電 知不知道多一顆電有多重要 有沒有試過開機吸塵的時候 一按沒有電 我經驗就多了 即是滴起心肝想做家務吸塵 那團火一下子關掉了 整個人噴了 所以多一顆後備電 充電 令到家庭都和諧一點 然後就到這部BMX Mode 它挺厲害的 因為買一得十的概念 首先就有這個電動的二合一吸頭 然後有四款不同功能的吸頭 有一個我忘記帶過來 所以我先補圖在旁邊 然後一個層滿拍打吸頭 再包含電動濕拖地頭 一個後備電池 還有一個寵物插 一會兒找小狗過來試試看 這一回合她真的贏了 因為配件很豐富 而且她有一個收納籃 空間很大 可以放所有配件進去 說多無謂行動 最實際 我男朋友家人很乾淨 所以我自備了少少東西過來 有這個買了很久都用不完的麵粉 前年去櫃寨買回來 用到現在炒皮都用不完的黑胡椒 一堆不知放了幾多世紀的旗 2020已經過期的狗糧 還有一盒變了味的M&M 本來打算找我的頭髮 但我不算很多 所以我就請窗 找到小吉 對了 這裡就是我的頭髮 還有一堆貓毛 新鮮滾熱 今早梳出來的 這次真的什麼都有 我們看看這三部吸塵機的吸力如何 你會看到還有一些麵粉碎在下面 但它也純粹乾淨 然後Philips有一個問題 就是拖完之後 地上看到嗎 超級濕 還有這個黃色是M&M 然後M&M卡住了 超恐怖的 到BMS模式這個 我會看到有些麵粉碎 但其他位置都算整潔的 除了清潔力之外 我想大家都很關心吸塵的時候 會不會很吵 所以我就下載了APP 現在就看看這三部吸塵機 它們發出的分貝 然後就是我私心很介意的東西 一部吸塵機 容不容易清潔 先不說處女座潔癖的問題 我自己本身皮膚敏感 一碰到很大堆塵 我就會又打黑癡又生癢 所以通常都不是我洗吸塵機的 但如果一部吸塵機 又不膩、又不骯髒 又簡單可以清潔到的話 其實我也不介意做的 Phillips這個 就是按這個按鈕 拿出來之後 就找這邊 然後呢 有點難開 它要按緊這裡 然後就可以開了這個蓋 倒了裡面的東西出來 而LG這一部呢 就是按這個按鈕 它就會彈出底部 然後你弄開它 就可以了 而這部BMX模式 就只用下面這裡 這樣就可以倒出來了 而下面呢 可以直接 它就是圓圓全全的 很透明地 掉出來的東西 來到最後 我就想做一個很無聊 但是很實用的測試 就是把比卡超這隻毛公仔 放在梳化底下 就看看哪一部吸塵機 可以成功把它拿出來 除了可以測試一下 吸塵機的靈活性 也可以看看它們的吸力 究竟大不大 不要告訴我 你們未試過掉東西 進去的櫃底 梳化底 要靠吸塵機 吸回它們出來 首先試試LG 它完全是推走比卡超 吸不到它 但是呢 當它到梳化底的時候 慢慢地 它又真的可以吸到它出來 然後就到Philips 雖然第一次 它就吸不到比卡超上來 但是再試一次的時候 它的吸力都可以吸得到 不過呢 不知道為什麼 去到梳化底的時候 它吸的都吸不到出來 我們就放棄了 最後就輪到BMX mode 它的吸力不錯 一下就已經可以把比卡超吸上來了 然後看看它的梳化底 可否把比卡超吸回出來 你會看到它變身一點 和輕身一點 所以很快就可以把比卡超吸回出來 好了 最後我們來一個總結 以吸塵來說 我覺得三個表現都算平均的 基本功能 但是為什麼會用它們來實測呢 就是因為它們都是吸塵門拖地二合一 而現在很多小家庭 家裡的位置不太多 又不想放那麼多東西在家裡 即是有地拖有吸塵機的話 我覺得這樣是真的方便很多的 還有BMX mode和LG 都是有兩顆電 吸完層再拖地都夠洗的 然後我私心就是BMX mode有這個寵物刷 不說你們不知道有什麼用 例如Chopper 平日整天去草地玩 黏在草碎回家都很難打理 這個寵物刷就可以幫忙吸走那些草碎了 你們會看到這個聲量 其實不會嚇到Chopper 它好像按摩一樣 然後可以幫忙吸走一些外出玩的 骯髒或者一些草碎出來 當然我剛才都沒有用到最大吸力 因為我都怕嚇到Chopper 那現在我就放個表 給大家一些基本資料 大家看看對比一下 這次的實測其實真心有驚喜 因為這部BMX mode Mode Clean M7 在三部之中最便宜 但功能性多 所以性價比都很高 我覺得小家庭如果你的預算 不是放太大在家電的話 就非常適合了 不知道大家今天又喜歡哪一部吸塵機呢? 希望大家都會喜歡這類型的家務身手實測影片 如果喜歡這條影片記得按LIKE 訂閱我的頻道 每個星期都會上載兩條新片 逢星期六就收音和星期六就十二點 我們下條影片再見 BYE BYE